同学们好 接着我们来看本章第四节 与省级客户发生人员交流 好像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吧 他说发生了人员交流 这个说话的表达方式 完全不符合中国人的语言习惯 实际上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看有一个情景的 就是我右手ABC事务所 省级甲公司 甲公司我们讨论的是上市公司 也是公众利益实体 那我们右手省级左手的报表 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 发生人员交流 他说的人员交流是一个客观的描述 言外之意 他没有主观的色彩 他并不是说不该发生人员交流 但是中国人对这个事情 或者中国的文字 常常会怎么表达呢 比如说我右手ABC事务所 我们说这个右手的活活人 活活人他到他本来呢 他曾经省级了甲公司 哎他离开了事务所 他离开了事务所 从右手到了左手 我们说中国人喜欢说 哎他跳槽了 对吧 他跳槽了打个引号 他到客户去了 他到了加入 或者是说他加入到他的客户去了 加入这个客户 或者发生人员交流 都是国际职业道德的语言表达 都是客观的描述 但是中国的文字呢 他喜欢说也主观的 带有一定的倾向或色彩 比如说他从ABC事务所来到了甲公司 我们说跳槽了 或者是被客户挖走了 挖走了 他就是有这样的感觉 你把这个文字的表达理解到这里来 你就清楚了 好第一种可能呢 就是我们发生人员交流 是从右手到了客户 那么是谁呢 同学们 这里有一个词叫关键神迹活活人 他们不是一般的项目组成员 他是关键神迹活活人 好这里讲到了一个谁呀 关键神迹活活人 发生的人员交流 那就离开了右手 来到了左手这个客户 这是一种情况 第二种呢 第二种他就也用客观的 不带主观感情色彩 不带立场观点 他怎么说呢 他说最近曾担任 省级客户的董高特 谁呀 哦原来是这个老王 老王曾经是甲公司的什么呢 CFO 那你说老王是不是上市公司 甲公司的董高特啊 是的 他怎么啦 他最近曾经是甲公司的董高特 那他现在呢 哦他现在在事务所呢 那这个叫什么呢 那这个也叫人员交流 那他来到我们事务所干嘛呢 他又去省级客户 那么这是干嘛呢 这是王婆卖瓜 王婆问题 是不是 对 好 那我们刚才讲呢 这个关键神经合伙人 当然就是在事务所了 关键神经合伙人 比如说二狗子 他是关键神经合伙人 他是住着关键神经合伙人 对吧 哎他离开了事务所 来到了 加入到了 加入到了甲公司 担任董高特 然后呢 这个 二狗子 他的徒弟 来省级 二狗子到这里来 干嘛呀 当CEO 甲金所 二狗子离开我们事务所 来到了省级客户 甲公司担任CEO 也是董高特 然后呢 他的徒弟 徒弟不叫三狗子啊 徒弟来省级他 那这是什么问题呢 这是love 密切关系 哦 所以这个人员交流 有两个方向 对吧 是一帮很牛的人 在右手的这一帮人 以二狗子为代表 他来到了我们的客户 这个呢 就叫 关键审计活户人 离开我们事务所 加入我的审计客户 哎 不是加入一般的公司 担任董高特 那么 这就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 我要给他冷却期 什么时候你才能走 因为你是关键审计活户人 我给你一段时间 强制隔离 你才能够离开 第二 那如果你离开了以后 你二狗子 你到了客户 然后呢 二狗子的徒弟 去省级二狗子边的报表 那这里有密切关系 所以有两个问题 对 一个有密切关系 一个什么 要给他冷却期 那么这个审计客户的 CFO老王 离开 这个假公司 来到我们事务所 再去审计假公司 自我评价 自我评价 我是王婆卖瓜的问题 所以这一节的内容 我们把这个标题搞清楚 它有一个空间画面 与省级客户发生人员交流 对 空间画面呢 它其实是管两个人 牛人 哪两个人呢 第一个右手的 右手的 右手的叫关键省级活活人 第二个左手的 左手的叫董高特 对不对 是的 那么发生人员交流 就是这两 这两 这两帮牛人 不是一般的人 对 好 那么大家注意 假定你能够放在这个情形当中 去理解本节的内容 那么你就能够看得懂 我们在简大题当中 讲的故事 本节的内容 在我们这一讲 老师会给大家讲 七个例题 这七个例题 就是所谓的 与省级客户发生人员交流 与省级客户本身在讲故事 与省级客户谁呀 右手 谁呀 观念省级活活人 与省级客户 说明假公司 是我要省级的公司 才有这个省级客户 发生人员交流 那我总是在省级过程当中的人员交流 要么我省级假公司之后 我要到假公司 要么我在省级假公司的人 是曾经的老王过来 再去省级 那么省级假公司这个场景 没有变 对 如果变了 故事就没得讲了 yes 好 大家尽可能的去把他的本质揪出来 揪出来了以后呢 本节有五个考点 老师会给大家展开 其实第一个考点 是我们需要把这个关键省级活活人的冷却期说清楚 相当于老师跟你归纳总结出来的 他是本节的内容是23.4 但是在下一节23.5 还会讲这个关键省级活活人 因为他太厉害了 这个关键省级活活人 他太有存在感了 是我们事务所的什么什么什么人 那么在23章第四节就是人员交流 23章第五节 这个人这一帮人不走 他不发生人员交流 他始终在我们事务所 如果始终在我们事务所 不离开我们事务所 那么我在省级甲公司当中 他日久申请 那这个我也要给他冷却 那冷却呢 跟我们23章第四节的冷却期不一样 我们不一样 对 那么23章第四节的冷却期呢 就是说你要加入 离开我们事务所 来到客户 而且这个客户是公众意义 实体的省级客户 担任董高特 对不起 我要给你冷却 你强制隔离 14天加7天以后你才能走 但是23章第五节是 他不走 他始终在这里 好那对不起 那你五年以后 那你五年以后 我要你冷却 冷却什么呢 冷却看你是哪一波人 你关键神经和我人 我们也是分三种的 冷却32532 所以大家注意 在第四节的问题 在能够理解的基础 之上还要跳动到第五节 第五节就是这个 关键神经和我人 他始终不走 他始终在我们事务所 退休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 这是第五节的 第五节的 他不走的 他是日久生情的问题 第四节 他要离开 他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我们实际上 人缘交流 也管不了 知道吗 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我们既是 尊重他 这也是自然规律 也是人性 我们尊重他 然后呢 我要跟你冷却 好 所以第四节的 第一个考点 实际上 我们在第五节的时候 要注意 讲的那一帮人 是统一帮人 多 好 这是第一个考点 第二个考点呢 雇佣关系 好 第三呢 临时借出员工 谁呀 都是右手 因为这里有一个户 与省级客户 发生交流 好 又诉说 临时借出员工到 省级客户 假公司去干嘛 对吧 肯定不会说去扫地 那临时借掉去干嘛 借多久 这借去的人 是不是我们项目组的 这就对我们独立性 带来了具体的问题 好 第四个呢 就是我们说 这个老王 曾经是 我们甲公司的 CFO 由于种种原因 他来到我们事务所 现在又去审计 甲公司 对吧 这就是我们说 最近承担任 客户的董高特 注意 杨文教师 还有呢 第五种 是不可以的 坚任 你右手在审计 左手甲公司 甲公司是公众立实体 你右手 你在这里是什么 你在这里是二狗子 作为项目活活人 你在那里是什么 你在那边是读懂 你想得美 你两边都拿钱 你想得美 不可以 坚任 坚任什么 不得坚任 好 本节呢 我们有 本节的知识点啊 是非考不可爱 这就不用讨论了 我们有七个例题 带着大家来看 这个考场上 你打开试卷 关于人愿交流 我怎么分析 我怎么答题 对 不是说做题 不是做题 这么简单 哎 我怎么去理解这个题目 他在讲故事 然后我怎么分析 我怎么答题 好 那下面呢 我们本节的内容 需要大家回到一种 真实的 现实的场景 场景是什么呢 假定这个场景 就是我们考题 试卷的场景 也是真实的 审计业务的场景 它就是一家宿所 哎 审计一家公司 从考试的角度来讲 它就要回到某年某月 回到一个具体的场景 所以这个假公司 是什么公司呢 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是什么公司呢 大家注意 这个一定要在22 23章说出来 上市公司也叫属于 它属于 公众利益实体 这个概念呢 我们在本章第一节 已经给大家讲过 那我们事务所 去审计 这个公众利益实体 假公司 那我要委派人员 委派谁呢 当然要委派 项目活活人 这个项目活活人 摇身一变 就变成了 关键审计活活人 我们还要委派谁呢 我们还要委派 项目质量管理 质量符合人 委派一个 A 住着快递 是活活人 是签报告的 委派 这个 B 住着快递 是活活人 他是做 项目质量符合 负责这个实施的 对 好 那么他们叫什么呢 他们都叫 关键审计活活人 那么这个场景要出来 场景出来了以后呢 在本集当中 就会谈 人员交流 他说发生 人员交流 怎么交流 怎么交流 你要走 我得留 对不对 这个人员交流呢 就是我们说 二狗子 ABC事务所 审计加工事 二狗子 审计 假定说二狗子 审计 已经审了 2020年度的 财务报表 或者为 2020年度 财务报表 签了报告 好 那二狗子要走 二狗子从 ABC事务所 加入到 审计客户 加工事 就担任董高特 他准备到 客户里去吃香的 喝辣的 对不起 我要给你冷却 好 大家注意冷却 那么我在2021年 大家注意 2021年 1月1号 到12月31号 那么这一段时间呢 是财务报表 涵盖的期间 那么在2021年的 这个财报呢 二狗子不能省计了 要换成 比如说换成 老李 这个伙伙人 老李来省 老李省了以后 老李什么时候出的报告呢 对于2021年的财务报表 老李 假定说是 2022年3月5号出的报告 那么这一段时间 就叫冷却期 它从什么时候冷却呢 从2021年的1月1号 到2022年的3月5号 这属于冷却期 那以外之一什么时候 你可以离开 二狗子 你离开APC事务所 加入到财公司呢 它只能是在 2022年3月6号 就是签了审计报告 第二年的审计报告 公布以后 所以这就是发生人员交流 我们通过这个图来说明 你什么时候离开 你交流 你从事务所来到客户 你这一个方向的交流 你什么时候能走 我们用一个图 先看一下 好 第二个 请注意 那么现在人员交流的是这样的 是这个老王啊 老王 他离开这个贾公司 来到我们事务所 离开贾公司 来到我们事务所 要注意了 那么老王呢 我们教材里有一个图 有一个图 他也提出来了一个概念 叫审计报告涵盖期间 大家注意 审计报告涵盖期间是什么呢 假定说 我们这个2020年的 就是上一期的 本期的是2021年 那么2021年的财务报表 出去的审计报告 是2022年3月5号 那么从 从2021年的1月1号 到2022年的3月5号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审计报告涵盖的期间 他和财务报表涵盖的期间 不一样 财务报表涵盖的期间 是1月1号到12月31号 是这一段 审计报告涵盖的期间呢 就是把你财务报表涵盖的期间 延伸到出审计报告日这一天 对 那么这就谈到了 我们说老王要离开 贾公司 来到我们事务所 来到我们事务所 加入我们项目组 你什么时候 能够到我们项目组呢 好 老师就给你画了一个这样的图 请大家注意 第一段 就是2019年 第二段 就是2020年 第三段 就是我们讨论问题的 刚才的场景当中说了 什么问题 请看 我现在讨论的是 ABC事务所 审计加工是2021年度的财务报表 那你在2021年 这个期间 这个审计报告的期间 注意啊 你审计的是 2021年度的财务报表 你从2021年1月1号 到2022年4月6号 假定的审计报告是4月6号 这个期间你是不可以 你不可以从这个假公司 来到我事务所 去审计假公司的 这是禁止的 无条件 那我是2020年过来的 那我来审计2021年 会产生影响 所以在本节的时候 如果全部是停留在文字上 你不落地在场景 你没有图来帮你 可能你这学起来很吃亏 然后答题的时候 可能有阴菜 对 这就是我们要给大家 讲清楚的啊 好 关于关键神经活活人 与冷却期益 我再次提醒有两种 第一种 如果你发生人员交流的话 和这个关键神经活人 永远在事务所不走 那么这是不同的 对不对 如果你在事务所 没有人员交流 你这个关键神经活活人 一直在事务所 那就是23.5 那我们说人员交流 就是说明 我这个关键神经活活人 离开事务所 到了客户 那就是23.4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好 那么在这两个问题当中 23.4 就是他要离开事务所 23.5 他大死都不离开 都有冷却期 他冷却期是不一样的 但是这一帮人是一样的 好 这一帮人叫关键神经活活人 你离开我事务所 到了客户 你不离开事务所 到客户 不离开事务所 你神经这个客户 我们都给他有冷却 我的天哪 这该是一帮什么人 对 很牛的人 注意啊 关键神经活活人 所以我们要研究 关键神经活活人 他有冷却期 当然在23章 第五节 他是不走 不离开事务所 长期在事务所 直到退休 直到离开人事 好 那个就叫轮换 如果我离开事务所 到客户 就叫人员交流 人员交流 就是离开 定期轮换 就是他死活不走 冷却期 三个字都叫冷却期 冷的方法不同 在我们学两种 比如说23.4 冷却期 23.5 冷却期 都叫冷却期 但是内容是不一样的 但是这一帮人 是同一帮人 叫关键神经活活人 那么大家看 我们把关键神经活活人 这样 这七个字 神经活活人 本来我们清楚了 但前面要加两个字 关键 加起来就是七个字 关键神经活活人 它的概念呢 大家注意 它是针对什么概念呢 这个概念 就是针对 我右手神经的是 公众离师体 假定说 是假公司 假定说 假公司是上司公司 那这个假公司 就是也是我的客户 神经客户 那是什么样的神经客户呢 公众利益师体的神经客户 Yes 那么针对 公众利益的神经客户 我右手那一帮人 就叫关键神经活活人 为什么 因为你客户是公众利益师体 你担负的是广大利益相关者 包括广大投资者 所以呢 我们职业道的守折 就要监管 监督这一帮人 跟客户的什么关系呢 密切关系 那哪些人呢 大家注意 比如说 上司公司的财务报表 那就要做这个符合 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喜欢说 这个叫 B注册会计师 他是活活人 那么 诉说委派 二狗子到这个项目 负责这个项目的总体 质量 这个人呢 就叫 审计项目活活人 我们考试的时候 喜欢说 A注册会计师 还有 我对 有一些业务 他所在的行业 他有他的特点 他需要提供 咨询 是不是 对重大思想和关键的判断 需要有技术 技术支持 这一帮活活人 好 比如说咨询的 比如说咨询的 还有呢 协助的 比如说IT的 活活人 税务的活活人 他需要协助的 那么对这个项目来讲 这个协助的IT活活人 和税务活活人呢 对这个项目来讲 非常重要 那这些活活人 也叫关键神经活活人 好 什么叫关键神经活活人 那包括哪些人 搞清楚了 接着就谈这一帮人 谁呀 谁呀 这一帮人是很特殊的 我们要采取冷截期的措施 来给他打个比方 强制隔离 因为你从高风险地区来的 对不对 强制隔离 降低什么呢 目的是降低这一帮人 与神经客户的密切关系 好 那我们给大家有一个图 是不是刚才反复看到了 23-9 看这个图 这个图 根据这个图呢 那我们说 我的冷却期 人员交流啊 他要走 这个冷却期 2021年最一月一号 到12月31号 这个时间 大家知道 叫财务报表涵盖的期间 那我们说到2022年 假定到2022年3月5号 那这个时间 既叫冷却期 也叫审计报告涵盖期间 各位 这个期间 就是冷却期 就是审计报告涵盖期间 那这个审计报告涵盖期间的概念 你不能说我没看过 不仅要看过 还要知道 这就是冷却期 审计报告涵盖的期间和冷却期 在这个图当中是一个意思 好 我也给大家看过这个图 好 教材当中一个黑白的图 特意拿出来 特意拿出来了 啊 教材你说的是 2010年1月1号 到2010年12月34号 到2011年4月6号 那我们以教材的这个图 2010年1月1号 到2011年4月6号 叫审计报告涵盖的期间 那如果 这个 二狗子审计了 2009年的财务报表 出审计报告之后 他要离开事务所 来到 假公司 那么 这个冷却期 就是 第二年的1月1号 到 第二年的 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 签字 公布 那这个叫什么呢 叫审计报告涵盖的期间 叫审计报告涵盖的期间 各位同学 这个 这个表达要清楚啊 叫审计报告涵盖的期间 对 审计报告涵盖的期间 也叫什么呢 冷却期 我给他冷却到 第二年的报表 审计了 第二年的审计报告 签字了 公布了 之后 他才能走 这是 每年 简大厅 非考不可的 对 好 这是冷却期的一个图 然后呢 我们有四句话 好 四句话 大家看到这个图啊 这个图里面有四句话 第一句话 ABC事务所连续多年 审计上市公司 假公司的财务报表 好 连续多年 连续多年 才有故事 对不对 好 连续多年 2020年的审计了吗 审了 谁审呢 A住的会计师 这是 2020年 可能2019 2018 1819 2020 财务报表 都是A住的会计师 审计的 这个无可厚非 连续审计多年 那么这个A住的会计师呢 他在事务所 ABC事务所 签了几年的 比如说 2018 19 2020的 上市公司 假公司的财务报表 的审计报告 然后他准备 2021年 离开 他不审了 他要 他要离开 或者是 离开 这个ABC 会计师事务所 加入 讲故事啊 加入 加入 家公司 吃香的 喝辣的 举例啊 那么 2021年 他不能走 他什么时候 才能走呢 2021年的 财务报表 他不参与 换劳理 劳理在 假如 劳理在 2022年 3月5号 签了报告 而且这一天 审计报告 对外公布了 那么 这个A 住者会计师 在2022年 3月6号 这一天 开始 你可以离开 ABC事务所 来到 假公司 担任董高特 你就吃香喝辣的 我们管不了了 对不对 好 那这个就是冷切期了 所以 第二句话 第三句话呢 如果 B 住者会计师 是首次委派 这个出具了 换了一个 前面是A 后面是B A住者会计师 最早加入 所谓加入 就是人员交流 我从ABC 来到左手客户 去担任董高特的时间 刚才讲了 是 审计报告日后 那就是2022年 注意啊 3月6号 那么第二个考点呢 我们说 与审计客户 发生雇佣关系 这个雇佣关系 四个字 大家都看得懂 它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审 与审计客户 发生雇佣关系 请看 谁呀 前伙伙人 什么叫前伙伙人呢 就是以前呢 这个讲故事了 唐僧 是我们事务所的伙伙人 然后呢 他离开了ABC事务所 来到了客户 假公司 担任CFO 好 这就是前伙伙人 加入客户 担任董高特 不可以 你离开就离开 对吧 你就不要 藕断十年 并且与事务所 仍然保持重要的联系 第二 前伙伙人 就是唐僧 加入某一实体 他离开了 ABC事务所 所以唐僧 ABC事务所 审计假公司 但是假定说 W公司 不是我们 ABC事务所的客户 当然就是 这个唐僧 当然也没有 跟W公司 有关联 但是呢 唐僧 他死活 不在ABC事务所 呆了 他不到假公司 他到了W公司 W公司 不是我们 ABC事务所的客户 这个可不可以 要不要冷却期 不要 他什么时候 走都可以 因为W公司 不是我们 ABC事务所的客户 他到了W公司 可是呢 他去了以后 假公司 把W公司 收购了 那么 这个W公司 实质上 变成了假公司的 一部分 那么等于说 唐僧 还是加入了 审计客户 这就是 有一种可能 加入了某一个实体 担任董老特 随后呢 他先加入的 这个实体 被 被我们这个客户 假公司收购了 那怎么办呢 好 那我们就注意了 要修改计划 要分更有经验的人 要符合 对 好 这是加入 第三种呢 不是活活人 项目成员 他离开了事务所 各位同学 项目组成员 他不是关键神经活人 他什么时候都可以走 你准备走之前 你要报备一个事务所 然后呢 就换你 又离开这个项目团队 然后你做的工作呢 由其他的人来符合 那关键神经活人加入 我们关键神经活活人 是一帮人啊 加入公众利益 实力的神经客户 担任董老特呢 好 那么注意 那就是刚才说的 冷却期超过12个月 就是要到第二年的神经报告公布以后 我们用图已经给大家讲了 好 前高级管理人员呢 活活人要离职 要超过12个月 那么关键神经活活人呢 他要至少 不少于12个月 其实是指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比如说 你这个是12个月 那么神经报告日后你才能走 其实是超过12个月了 对 好 那么在本节当中 人员交流还有一种情况 比较特殊 我们本来ABC事务所 省计上述公司 甲公司 那么在某一个业务当中 这个甲公司要求事务所 支援一下 人员支持一下甲公司 所以我们 事务所呢 就临时戒掉 戒出了一个员工 比如说 小王 小王呢 是我们事务所的 然后呢 这个甲公司要求 我们事务所 在某一个 比如说这个 呃 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的 这个模块当中 我们要求小王去支持 好 那你支持 你就来 离开了事务所 来到了这个甲公司 这个临时 这个临时戒出了 员工 小王是我们数字的员工 但是小王不能是我们项目组成员 然后临时戒出去 时间有多长 什么叫啊 戒出 临时戒出 临时戒出 这里面是短时间的意思 第二 戒去干什么 你戒去冰包表 肯定不可以 对不对 你戒去做什么 戒多久 戒去干什么 还有这个小王肯定不是项目组成员 有一些因素就影响 那我们就要分析 第一 戒多久 第二 干什么 是不是项目组成员 对吧 三个问题 好 我们要满足条件 第一个 多长 短期 第二 戒去干什么 戒去肯定不能编包表 因为戒去编包表 那是静止的 好 第三 这个人员 借到客户 不承担管理层之罪 就不要带管理层去判断 同时 我们对临时戒出的人员 要做防范措施 对他 从事务所来到了这个客户 临时戒出就干的工作 进行符合 然后他不能 在戒出的期间 参与这个项目的审计 还有 不安排 临时戒出的人员 是项目的成员 所以 这个防范措施 大家要注意 要背 关键词 三点 同时满足的条件 有三点 好 我们自己分析 你要懂道理 你就好理解 临时戒出 多久 什么叫临时 短时间 也就是不能长期戒 对吧 第二 戒就干什么 第三 那么他在我事务所 能不能是项目组成员 不能 三个问题 好 第四个 第四个就换了 最近曾担任 省力客户的东高特 他说 他去年在这个客户 是财务总监 现在到了我的事务所 这个 老李 老李呢 在客户里是CFO 然后呢 老李来到我事务所 是我项目组成员 或者是我们的 关键审计活活人 不可以 因为你 到这里来 又去审计他 你先过来 再去审计 属于王婆卖花 自卖自花 属于自我评价 对 好 那么在什么时间 你不能去审计呢 在这个期间 刚才讲了 你什么时候能 你在这个期间不能来 比如说我们要审计 2021年的财报 2021年度的财报表 你在这个期间不能来 在2021年1月1号 到2022年3月 4月6号 禁止 前面讲了 如果你是2020年1月1号 到2020年12月31号 你离开 假公司来的事务所 有可能 如果是2019年 你这个期间过来的 你离开 假公司来的事务所 再去审计 2021年的财务报表 可以 不影响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第四个考点 最近承担任 你注意啊 最近承担任 省级客户的 董高特 那么说明 现在在我项目组 现在在哪里 项目组 但是他曾经是 这个客户的董高特 那么就可能存在 自我评价 密切关系 自身利益的努力影响 好 这画面给大家了 教材里有一个期间 大家要学会说 教材 审计报告 涵盖期间 如果在这个期间过来 不可以 不可以 没有措施 所以是不得 是禁止的 这个图是很清楚的 对 我们讲了 在这个期间 我用的颜色是禁止的 这个第二个期间 是产生影响 灰色的是可以的 对 好 本节最后一个考点 就是在右手是破人 在左手是董高特 他想的太美了 对不对 在右手是吃香的 在左手是喝辣的 那就叫 那就叫什么呢 禁止 或者叫 不得 本节的考点呢 给大家讲了五个考点 但是应付考试还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要马上回到立体 马上结合立体来讲 温故前面的考点 这里有七个立体 先看第一个 大背景不变 ABC事务所 审计 按一年度 肯定是谈某一年 我们事务所接了这个单 因为左手下单 右手接单 告诉自己 接了这个单 我事务所 委派 委派A 注册会计师 由于是上市公司 财务报表 神迹 我肯定还要委派一个 项目资料 符合人 B 注册会计师 因为对上市公司的 财务报表 神迹人 是应当实施 项目资料 符合的 在这个大背景下 我们来看七个例题 请看 立一 2021年的 故事 非常的熟悉 对不对 我们在 第二节 经济立第三节 我们讲到了 贷款 担保 商业关系 购买产品 劳务 家庭和私人关系 对不对 好 那么本节呢 事与审计客户 发生人员交流 好 不管你是什么 哪一节的内容 它的大背景不变 我们ABC 事务所接了一个单 审计假公司 这个例题你说的是 2020年度 2020年度 这个年度就说明了 财务报表涵盖的期间 或者是审计报告 涵盖的期间 它必须要说年度 对 有年度了 我们就知道 本身我的审计 就是年度财务报表 不是某一个月的财务报表 我是年度财务报表 而且我年度财务报表 就有一个业务期间 和财务报表涵盖的期间 和审计报告 涵盖的期间 就要算冷却期短 好 然后事务所呢 承接这个业务 因为在中国境内 只能是事务所承接 然后就委派资源 在事务所承接这个业务的时候 从独立性的 这个简单题来讲 它就肯定要给一个 咨询公司 XY 然后就委派人员 我委派谁呢 我委派A住的快递师 我起码要委派一个 审计项目合伙人 肯定要委派 项目质量符合人 对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简单题里 有六个事项 其中我们来看第三个事项 第三个事项 是网络所的 网络所的 就是这个网络所 XYZ公司 2020年11月 2020年11月代表 是在财务外面涵盖的期间 新入职的高级管理人员 新入职 就是说我们这个右手 新入职的一个高级管理人员 C 他没有参加甲公司 2020没有参加甲公司的项目 但是呢 他在2019年1月1号 开始担任甲公司的独立董事 任期两年 等于说此时此刻 他还在担任独立董事 你吃香 这边吃香的 那边喝辣的 这是肯定不可以的 违反吗 废话 肯定是违反 事务所及其网络所的员工 不得兼任 审计客户的董事 属于董哥 否则存在什么 一个方面 你就王婆卖瓜 自卖自夸 还有你吃香的 喝辣的 吃香的 喝辣的 两边拿钱 这个不叫红道 黑道 两边拿钱 就是自胜利 好 一个例题 把它固化 举一反三 接着来看 2019年简答题 涉及到的 ABC事务主 接了一个单 因为有人下单 我们接单 审计 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 我知道了 就是公众利益 实体 某一年度财务报表 2018年度 那就有财务报表 涵盖的期间 1月1号到12月31号 业务期间 还有审计报告 涵盖的期间 对 好 那么在这个简单题里面 有六个思想 其中第三个思想 项目者成员C 他在我右手 这个C在我右手 承担任甲公司的成本会计 原来是甲公司的成本会计 然后呢 在18年5月 这个5月就说 在财务报表涵盖的期间 从左手来到了右手 然后呢 加入到这个项目组 去省计固定资产 首先这个C呢 不是活活人 他在我们右手 不是活活人 就是项目组成员 然后他原来是成本会计 现在省计固定资产 可不可以 有没有王婆卖光 有 因为固定资产 它有一个什么 固定资产要提折旧 又简直 跟你的成本有关系 而且你是在财务报表 涵盖的期间 所以不可以 有自身利益 自我评价密切关系 第三 注意哦 这个考点有七个立体 这是第三 ABC 事务所接了一个单 审计 上市公司 假公司 2017年度 大家注意 每一次讲题 孟老师都强调年度 就说明 我有财务报表 涵盖的期间 是1月1号 到12月31号 我有审计报告 涵盖的期间 就是2017年的1月1号 到2018年 某一天出报告 这个叫审计报告 涵盖的期间 短 其中在这个题里 有两个事项 给我们第四节 二十三章 第四节有关 请看第一个事项 闭注者会计师 承担任 现在我审计的是 2017年的 他在2016年呢 这个闭注者会计师 承担任 2016年度的 符合人 他于2017年 5月份退休 他退休 有没有错 没错 这个到了年龄 要退休 这是一种制度的安排 之后呢 跟这个事务所 没有任何交往 他在2018年 1月份 担任 甲公司的独立董事 那么 这里强调的是 右手的 闭注者会议师 曾经是 项目指令 扶合人 是关键活活人 他要离开 离开事务所 前往审计客户 担任董高特 那么违反 先来看第二个 这个之前 担任独立董事 存在密切关系 外在压力 第三个事项 我们来看 ABC 审计 假公司 我们ABC 还有一个网络公司 XYZ 这个活活人 网络所和ABC 是一个网络所 就是视同是ABC 网络所的 合伙人 C 就视同 这是一方了 捆绑了 她的丈夫 就是主要近亲所 而在 2017年度 加入假公司 这就有家庭和私人 关系 对不对 就搞什么呢 培训部经理 加入这个公司 培训部经理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ABC呢 去审计他 没关 没问题 因为你对我的报表 没有任何影响 对吧 他也是一个家庭 和私人关系的问题 对这个报表 他培训部经理 看不懂我的报表 看得懂 他也不能指手画脚 因为我有岗位的职责 他不在我的岗位 不违反 好 本节有七个例题 请看例四 例四 我们先快速 给出一种情景 ABC 省计上市公司 假公司 右手的人 就叫关键活活人 可以注入快递师 摇身一遍 关键省计活活人 对吧 好 那么ABC 说他有网络 说XYZ公司 好 假公司 是上市公司 也叫公众离师体 省计的是 2015年度 年度 就有1月1号 到12月31号 这个就叫财务报表 涵盖的期间 1月1号到2016年 某一天出省计报告 这个就叫新的提法 叫省计报告 涵盖的期间 好 项目组成员 C 好 项目组成员 C 承担任 这个 审计客户 假公司的 子公司的出纳 等于说 他到了我右手 然后去审计假公司 审计什么呢 审计固定资产 从客户来到我项目组 去审计 原来在客户里当出纳 在这边呢 项目组成员 就审计固定资产 不交集 没有交集 有没有影响 不影响 因为出纳的岗位 就是负责 现金银行存款 结算 现金日记账 银行存款 日记账的登记 他不管会计核算 所以这个不违反 不违反的理由是 不涉及他自己自我评价 他原来的出纳 跟现在审计的固定资产 没有交集 对 原来出纳员的工作岗位 不是现在审计的对象 Yes 所以不违反 好 本节有七个例题 现在看例五 画面是这样的 是同一个故事 对吧 就是说很久很久以前 在一座山 城前有座山 山上有一个庙 庙里有个和尚 老和尚 对小和尚说 对吧 庙里住着老和尚和小和尚 老和尚对小和尚说 同一首歌 ABC事务所 审计假公司 假公司是上市公司 某一年度 哪一年度 2014年度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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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很重要的概念 然后呢 乙公司 在2014年6月 被假公司收购了 所以乙公司就变成了 公众的一实体 然后我们ABC呢 有一个XYZ的 咨询公司 给它构成了一个网络 现在呢 C住着快递是 曾经市 C住着快递是 曾经市 ABC事务所的 活活人 注意 曾经市 就是在右手的 然后在什么时候 退休的呢 2014年的 1月退休了 也就是在这个期间 退休了 然后退休就退休呗 他说 我要担任 假公司的独立董事 董事 可以 你要满12个月 走吧 你退休了以后 你不能马上担任 所以这个违反吗 违反 你马上担任是不可以的 要退休以后 因为他退休 就相当于离职嘛 12个月 你加入 就违反 12个月以后 你就不违反 对 好 本节有七个例题 现在看历六 历六 山上有个老和尚 又在讲故事 省纪的 是2013年度 是不是 退 然后呢 这个A注册会计师 曾经在这个事务所 是关键省级活活人 对 他在2011年12月份退休 担任 这个宿所的技术顾问 同时担任独立董事 违反 本节七个例题的最后一个 从前有一座山 山上有一座庙 这个庙呢 是上市公司 家公司 是一家银行 现在我们审计什么呢 2012年度 2012年度 财报 我们ABC事务所 还有一家咨询公司 构成了网络 B注册会计师 注意啊 我们现在省级的是 2012年度 B注册会计师呢 担任了贾银行 2011年度 项目经理签了报告 那当然是关键省级活活人了 然后呢 他什么时候 等于说 他2021年的 2011年的 上一年的 升级报告 是他签的 然后 他在 2012年 4月30号离职 离职 那他没有说 他没有 他就是 意思就是说 2012年我就没有升级了 2011年 我是签了报告的 那么签报告以后 他离职 2012年底加入 不可以 因为他要等到 2012年的 这个 审计报告公布 等于说 2012年度的审计报告 要在2013年 假定说 13年4月6号 那么你在 2013年4月7号 可以 你在2012年4月30号 辞职 你在2012年12月31号 不可以 你要到 2013年4月 假定说 4月6号的话 你要等到2013年 那这个呢 是在冷却期内 违反 他在冷却期内 对不对 他尚在冷却期内 那野外之一 什么时候可以走呢 2012年度的 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 签了 公布了 假定是4月6号公布 你4月7号可以走 你不能在 2012年12月31号走 实际上 也在讲故事 对的 好 违反吗 违反 在冷却期内啊 对 好 本节 23.4 他叫 与审计客户 发生人员交流 老师跟你讲了 五个考点 有两个人 很厉害 右手的关键审计 活泼人 左手的董高特 围绕这两个人 右手叫 关键审计 活泼人 左手叫 董高特 这两个 两种 两只手 在五个考点的同时 看七个例题 把本节的内容 做一个小小的专题 各就位 各就位 预备 开始 掌握 下载讲译 本节的内容 单独做一个小小的专题 掌握 Yes 好 那么 23章第四节 希望大家拿下 这个考场上的 这个考题 至少是一分 对吧 至少是一分 必考 至少一分 大家懂了以后 还要说关键词 把分数拿到 Yes 好 这一讲 我们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